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要根据树目的种类和好坏来判断 三 坟墓建于室内或者时室中 主人的后代很虚弱 收养别人作为收养的孩子 在家里隐藏着为秘密 四 坟墓上方常被人践踏 形成了一条走廊 预示着后代会经常被欺负 鄙视 在事业上成就甚微 五 墓地旁边有高大树木 那些覆盖整个墓地的人表示 后代可能患有长期疾病 六 祖坟被盗且尸骨外漏 动物咬牙切齿动弹不得 表明后代容易发生血腥灾难 有可能发生意外灾难 七 坟墓上头插入木棍等东西 好建如坟 这意味着子孙后代容易受到血和光的伤害 八 坟墓上有砖石或者是废弃物 要在上面 说明后代中患中风或者是激烈 九 坟墓出现被穿啃室 墓穴受自然的影响 出现破碎或者是蛇属等动物通过墓穴啃室 说明此子孙孙不贤惠 斗殴 并有仇恨 监狱灾难 十 坟墓前方凹陷崩落 让坟墓受到折磨或动摇 意味着血灾 手术 车祸 滑倒或者是坠落 十一 整个坟墓用水泥封闭 父子分离 儿子分离或死亡 十二 墓碑破裂 那家人很脆弱 墓碑破损表明主人的家庭 可能发生车祸等血淋淋的灾难 或会损坏钱财 十三 坟墓内排水口太大 表明后代不集资或者是患有膀胱疾病 排水沟被堵塞 表明他们患有耳病 眼病和女性外婴疾病 十四 坟墓长期被水浸泡棺材 这意味着后代可能会遭受风 寒冷和骨痛 溺水和其他酗酒者的痛苦 十五 坟墓周围堆放了杂物 墓的前面 后面所有不合适 堆积水泥 砖 磨板 如棺材板浪费 儿子肠胃问题 腹杖或者是石头的机制 十六 坟墓被其他坟所埋 在墓碑上建了一座新坟墓 这表明老墓穴的后代什么也没做 地位也很低 在新墓穴的后人顶上 家里的运气不好 灾害和疾病 十七 墓地周围都是围墙 没有进入或出境的空间 这意味着主人家庭的子女已经被送上法庭 或者是被监禁 十八 坟墓附近种花草 开放艳丽 这意味着后代是浪漫的 很容易制作桃花 十九 坟墓的泥巴是火山灰或者是黑土 它的后代身体状况很差 有轻微残疾 二十 墓地常年照不到阳光 坟墓太暗了 这意味着孩子们很容易受到生病 而不是断断续续的 二十一 坟墓周围有石块野蛮 墓悬 满有泥 石等自然物品 预示着子孙后代会患上重病 死后可能还会发生严重病例 二十二 坟墓处于低位 被积水困 如果他们的祖坟地势低规的其他严重的地形 导致漏雨 导致后代子孙的健康受到影响 二十三 坟墓建在山顶上 这意味着子孙后代将失去他们的家庭和金钱 他们的父亲会过早地死去 或者收养别人作为他们的养子 二十四 同一记事上有两块墓碑 夫妻或者是其他人 这意味着家庭中将有两个主人和容易残疾的孩子 二十五 坟墓上方有高压电通过 这意味着后代人的头脑将不稳定 他们的事业将衰落 而金钱将逐渐揭晓 二 租坟风水不好怎么化解 以化解煞气需要专业风水大师指点 先用湿毛巾 擦墓碑或者补漆 田中自拂 而这个墓穴必先有弦灵伤害 应请教主人溶解 搬到掩埋处或建置处掩埋 是情况而定 病厢室发生什么房间事故 住宅有恶灵 二 周围已经开发成洋宅的阴宅 周围的房子已经发展成洋的房子 必须有一个化粪池来污染龙的空气 三 鹰宅周围已成耕地 成为土地还应该迁移 四 树根长进坟墓里或进白蚁 树木长进坟墓或者白蚁是不好的 这样的风水应该在墓穴的哪一天埋葬 五 鹰宅视龙山为狮子 老虎等动物之地 鹰家视龙山的狮子 老虎等动物之地 坟墓不能有石灰 沙子或水泥建造 也不能用石灰或沙子建造 坟墓的顶端要露出来 斜坡的土要用泥土来做 六 要疏通排水孔 疏通排水孔检查内外是否堵塞 或重新组织埋葬或制作简易排水管 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和财富 官职 后代的优缺点 成就都取决于他祖先的鹰宅风水好与坏 如果祖坟的风水预兆不好 势必影响后代的命运 带来许多灾难 因此 鹰宅风水是医学爱好者 必须学的知识之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感谢观看